《诗诺》 在我们山坛大街受戒玩 有一些年轻人 他血力也是非常的高 那大家都很看好他 那么他回去这个道场 因为道场有男众还有女众 就是比丘妮 看看 看看 很奇怪了 经过几年后 说某某人受戒的戒弟子 情况怎么样 他说 还俗了 两个每天对着眼对着眼就看上了 所以这个不分男女老幼 那个习气是很难去抑制的 那么再来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说 对长者 比如说年岁比我们大一点的老女人 他现在讲 这个修行的男众应当做如是观 对年岁大一点的观想 她是我的母亲 老一点的 八十岁了 再稍微大一点 到我们一点点的观想 她是我们姐姐 那么年纪比我们轻点的观想 就是自己的妹妹 慢慢慢慢 那有的比丘 所以说佛这样讲 你这样观 他说 不好 那应该怎么修呢 所以师父还是坚持 欲来须碧如碧火坑 我认为这个就完美 一百分 什么都不用讲 也不用去解释 这个还是最根本的 就是男众住男众的道场 女众住女众的道场 因为距离不一样 宋戒不一样 节戒 所有的身心 比丘跟比丘尼也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 你男众选择要出家 那么如果你有这一点坚持 那么你就成功一半 我男众我坚持男众住的道场 那么女众要出家 我坚持女众要出家的道场 所以师父到现在 从出家 写佛到现在三十几年 我认为这一句 才是所有比丘跟比丘尼永远的规念 就是欲来西壁如碧火坑 这一句就是完美的 再怎么样解释都没有用 你仅仅久了它就会出状况